窗口边的小豆豆探讨宜兰地区消费者对公平贸易咖啡的认知与选择 我们是国立罗东高商国际贸易科 熟悉的地方充满17岁的回忆 一起奋战的伙伴们不知道过得好不好 那年看见了Big Issue杂志 联想到公平贸易的理念 再加上人手一杯的咖啡 为了能进一步了解公平贸易咖啡 我们拜访沿地区贩卖公平贸易咖啡店家 时光想想 小屋子C 马契房 以及请教学校餐饮科教师有关于咖啡的专业知识 这些人像是我们的导师 启动我们了解公平贸易咖啡的钥匙 也支持我们从消费者端推广公平贸易理念 过程中有不为人知的坡者 但屡次经过抢风的袭击 我们从小草组装成了大树 并结出甜美的果实 脱困了这份公平贸易咖啡 我们的友情 屹立不摇 研究目的是为了了解公平贸易的定义 原则及发展历史 还有国内外的公平贸易组织 更重要的是消费者对公平贸易咖啡的认知与选择 研究方法 透过文献分析与问卷调查的方式 本研究以宜兰地区的消费者作为问卷调查对象 公平贸易是基于对话透明及互相尊重的贸易伙伴关系 志在追求国际交易间最大的公平性 以上为公平贸易的十大原则 最主要还是保障弱势族群拥有谋生的能力 公平贸易起源于40至50年代 在60年代时 欧洲喊出贸易而非援助的口号 到了1988年标签行动开始 公平贸易的商品销售量也逐渐成长 到了1997年 国际公平贸易组织开始汇整标签 广公平贸易组织 国外的为国际公平贸易标签组织 国际公平贸易协会 公平贸易认证标章 而本国的有台湾公平贸易协会 生态绿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地球术 消费价值 杜拉克指出顾客购买决定的不是产品 而是价值 因此我们问卷调查内容 以价值的五面向进行设计 以探讨宜兰地区消费者 对公平贸易咖啡的认知与选择 消费价值为以下五种 分别为功能、社会、情感、认知以及条件 消费者习惯调查 宜兰地区消费者一个月内喝一到三次的咖啡居多 愿意花费50元到100元购买咖啡 有59%的消费者表示并没有听过公平贸易咖啡 宜兰地区消费者的价值排序 第一名为认知价值 第二名为社会价值 第三名为情感价值 第四名为条件价值 由图可知 当公平贸易咖啡与一般咖啡在相同售价时 有83%的消费者表示会愿意购买 而当公平贸易咖啡相对贵20元时 仍有71%的消费者表示愿意购买公平贸易咖啡 结论 消费习惯 消费者一个月喝一到三次的咖啡 价格为50元到100元作为接受 消费认知 宜兰地区消费者对公平贸易咖啡是陌生的 消费价值 第一名为认知价值 最后一名为条件价值 购买意愿 不论公平贸易咖啡与一般咖啡在相同或不同售价 都有高达70%的消费者表示愿意购买 当建议分为以下四方 消费者 建议消费者能够透过聚会分享的方式传达公平贸易理念 店家 建议店家用同业结盟的方式一起推广公平贸易的概念 在共同推广文宣上放入参与店家名称 达到既推广公平贸易的理念又可提升自家咖啡店的知名度 创造双赢的效果 教育机构可以透过研习演讲的方式 让同学了解公平贸易的精神 推广公平贸易咖啡组织 建议公平贸易咖啡理念为出发点 制作为微电影 并放于网络上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以上为我们的文献来源 詞 請支持公平贸易 品质是公平贸易 我是火龙高山 我只是公平贸易 请不吝点赞 订阅